今天来蒙旧湾给粉丝改正一下自由泳的动作 可能游着比较费劲 先看一下动作 看着游着还不是很累 只是说换气的时候 头抬得点高 还有就是在换气的时候 滑手的效率 好像滑手的效率稍微低了一点点 你们可以看到旁边的水线 应该是在水下没有做高手暴水的一个原因 水下完全看不到高手暴水的动作 然后整个身体有一点斜 发现没有 如果你水里面是这样斜着游的话 就很吃力 我们尽量要把腿抬高平着游 腿尽量要靠近水面才行 每次在缓气的时候 人数就稍微瞧一下 后就开得有点高 这些个问题 然后又就是滑水晓鱼的问题 就是每次滑水 你可能有五十年 你可能滑了五六十下水 滑水晓鱼 我们就需要就是两方面 第一个练习在岸上做高手暴水的练习 在岸上如果说你这个动作都做不明白 你想一下在学里面你紧张 你更加做不明白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在岸上行程 肌肉记忆下水之后 你坐着就更加轻松 更加畅快 这个动作我们站的距离呢 离墙呢 大概就是你在伸直手的时候 伸手的时候刚好能够碰到墙 这样去做的时候 有一个转肩的动作在里面 然后高着抱水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手臂在伸直的 前身的状态下 然后大臂保持不动 做一个小臂下压 尽量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走关节是顶起来的 好 然后这时候垂直向后靠近身体去推水就可以了 推到哪儿 推到我们的大腿就可以了 大指母 你的大指母去碰到大腿就可以完成 两边都要去练习 每一边呢去做个三十下 然后换手做个三足左右 影响成年人游泳速度的第一大杀手 就是你的身体周围性 咱们今天这位学员这个肩关节就非常的硬 并且他在游的过程中 说这个肩关节感觉做高度抱水 有点痛 有点卡的感觉 那么这三个拉伸的一个动作呢 你每天呢在家里面都可以做 同样的行程做主 每组做个三十秒 做个三到五度左右 第一个动作就是双手撑墙 好 然后把我们屁股翘起来 把整个身体往下压 保持二三十秒之后 可以做一下弹动 第二个练习就把手伸到我们的头后面 另外一只手去拉住我们的走关节就可以了 同样的保持住 尽量的去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感觉 第三个动作是单手的拉伸 手尽量是往上一点 然后身体呢成功部 往下沉一点点 一定要往下沉往下带 这样的拉伸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测试一下 你身体的韧性 我们靠墙站脚后跟泥墙 大概就是一拳的距离 然后这时候我们收紧肚子 尽量我们的腰部不要有空间 双手夹在脑后 然后这时候整个身体从侧面看 是不是一条直线 如果说你的腰部空余不大 然后手也比较贴近我们墙面的话 恭喜你 你的柔韧性是非常不错的 准备现在下水练习练习 练习一个磁伏板的单手 单手这个分解练习真的非常有必要 不光可以改善到大家滑手的问题 还有你换期配合节奏都可以改善到的 成年人学自由泳 就是这个脚踝 还是柔韧性差的话 很影响你的这个前进 阻力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给大家说 练腿练腿 腿是你的下限 知道吧 你的腿好了 你再怎么都游不了太差 就是说打腿每次打个200米 应该是必须练的一个项目 看到没 你单手持伏板之后 就可以看到你滑手的一个效率了 效率就不是很高 就感觉不怎么走水 这个动作就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那每次都容易装水线 就是这也是核心力量和平衡的问题 看到没有 换期的时候 头容易抬 看到没有 头就离开了这个肩膀了 看到没抬头的问题 现在最后的问题是抬头 还是 你没自己换血 完全 头离开的肩膀太多了 这个 就是回家是要停 还有一个点 把腿 进去夹起来 你腿打得太慢了 我说你放松打不代表 你必须是慢慢打 放松打 你腿还是要稍微开点 因为你腿慢了 你因为打腿的这个效率 也不成功高 下半分就正成了 回家2点 回去的时候还是画一个色 你看让他把腿打起来过后就好很多了 把腿打起来 整个身体位置就要平一些了 但是高手暴水还是有点难 还是没做到高手暴水 所以说高手暴水 你们在岸上每天都可以在家里面练 就那么简单的几个动作 岸上先 我弄的就是滚瓜烂熟了之后 下水你自然就能够做出来了 发推的时候 不要去完全靠消退弯 皮股夹进 皮股往上抬 一定要遭到这个感觉 好 整个身体漂浮睡眠上 会满也会快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 重要的办法就是身体位置 腿要护去睡眠 饭练200米打腿 25米休息一时 他现在抬头打的话 完全是打不起来 然后只有换气 腿完全是沉的比较多的 就是说腿啊 兄弟们啊 腿一定得练 打不动了 实在是打不动了 太累了 你们是不是打腿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要死不活的感觉 感觉打了又不走水 特别费劲 记住这都是一个过程 肯定都会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原来也是这样子 我是成年了才学的游泳 腿完全不完 整条腿 好 上下胎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上胎的感觉 在家里面会趴在瑜伽点上点 就绷子 对对对 这个就是皮股这就会 有一种假惊的感觉了 对 都越绷子 嗯 怎么着 哦 有可以把推连到 也可以把黑心连到 他腹班游人时候 一定要把黑心收紧 就是腰腹这一块 肚子收紧 皮不夹劲 不要让身体捉药有败 那腰腰腰侘下来 在腰腰子 还腰着 肚子一定要咬红钱 特别在拉肠的时候 不能肚子就顶住来了 手机 ok 现在开始练习 甲板游200米 还好身体晃的不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们可能甲板游的时候 比你不甲板的时候游得还快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位置好 你的下面的阻力小 看到没 腿完全是飘在水面上的 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记住我们主要用这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身体的位置 让你的核心学会发力 还有就是你的手 手一定要高手抱水 一定要去想着做 双手的甲板游游完之后 我们就做一个单手的 因为双手的话 你不容易去控制大脑 去想你的手的动作 你如果只去做一只手 像这样 左手不动 只去做一只手 这时候你就更容易去想着 你的右手要怎么做高手 怎么去推水 这里看到没 它做得很好 看到没有 我们单手游的时候 一样要有前身 看到没 前身 划的那只手和不划那只手 都要有前身的动作 一样要做出来 看一下它这游轮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没有体力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 它的自由泳的动作 看一下有没有变形 然后和之前对比一下 发现没有 整个 它的脚 是比较靠近水平面的 整个身体的流线型 看起来要好一些 抬头还是有 每次换气的时候抬头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肩关节 人人形太差了 它这个肩关节 所以说它每次在换气的时候 头不能太靠近它的肩膀 但是能够持续保持这个流线型 我觉得还是不错 还是可以了 你感觉啥一样 前后二十五还可以 后头累了就晒了 对 我看到也是 前头蹦起来 蹦起来明显感觉不一样 明显一个是速度更好 二一个你的位置更好 推是有点点水花 稍微出了点水面 后面又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明显就感觉速度就降了 所以不要想这么多 就把这一个电线控制好 手的问题 每天自己会去多练 然后肩膀多拉伸 OK